大家好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技巧 就是能让蝴蝶兰一年开两到三次花 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修剪这个花杆 用正确的方法来修剪 就能让它二次开花快 就是从这个花杆以上的三到四个节点 将它修剪掉 然后它就从顶端的这两个节点这里 长出花件来 那么有些花友就问了 是不是每一颗蝴蝶兰都能这样子操作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 如果说像这种花杆比较粗大的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如果像这种花杆比较瘦弱 比较小的 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操作 这种情况的蝴蝶兰 我们应该是从底部熟起 第一个节点这里给它修剪掉 不要给它继续开花浪费养分 因为本身这一颗蝴蝶兰都比较弱 所以我们主要是把它养状 我们修剪的时候 最好选一个晴朗的中午 修剪之后这个伤口快速结痂 不会受到细菌的感染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带生猛性 来给它做一次预防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喷湿一片 让它形成一层保护层 保护这个伤口 不给它细菌感染 修剪完成之后 我们主要是要把它养状 所以给它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蓝科 专用有机型的营养液 它是一种微生物有机型的营养液 可以分解土养中的油机质 转换为养分 让它在生长期这一段时间 生长得更加的旺盛 到了花期 开花品质才会高 这就是我们养护蝴蝶兰的一些小技巧 好了 这期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